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零点两点十八分直播 两点十八分弹幕高清超清 胜 继续与上纲并驾齐驱 数据分析 国安本场比赛一反常态 在控球率上已百分之四十三 不敌泰达的百分之五十七 不过国安虽然控球率处于下风 但全场的十八次胜门 却度过泰达的十六角 而且国安十次命中目标 泰达今有六次摄政 强断方面 国安则是十五杠八牢牢压制泰达 尽管在脚球和任意球数量上处于下风 而且让泰达凭借脚球机会取得进球 不过国安进攻端的效率更高 让他们最终向奥津津津得比 赛后生意 实地立刻 淘开比赛结果 我们在团队作战 比赛欲望这几方面 我对球员的表现还是满意的 我们与对手的差别就是对方外援发挥太出色 如果我们拥有奥古斯托这样的玩员 可能比赛结果就不会这样 史密特 现在球队的表现非常出色 今天的比赛过程其实非常艰苦 对手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进行准备 但我们球员今天完成的计算术内容非常不错 今天的胜利时至宁归 今天的胜利非常宝贵 天津太达出场阵熟 门将 一度加 后来 三赵洪略第七十八分钟十六 恒锐 十五 八四 第安 四 四 阳 三 二 三 第七十八分钟 第十七 细细细细 十九 白月锋 中场 二十六 高阳 三十九 黄牌 二十五 曼提加 五十二 黄牌 二十二 多号 十七 惠家康 前锋 九 乔纳森 七 埃琪姆棚 北京国安出场阵熟 门将 一侯森 后来 十五 刘欢 三鱼扬 二十四 张羽 三十 雷腾龙 第五 十七分钟 八 普城 中场 五 奥古斯托 略 吃中国,298段U23,第46分钟18斤太炎,23比埃拉,十相细折,前锋,178坎布,扎库米,720p,搞清480p,标清270p,倍速0.5x,1.0x,1.25x,5x2.0x,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广告广告,战报恒大,斯底伊鲁棱,三连胜,塔利斯卡,二球高拉特破门,50%,75%,100%,Vitch 007X,播放模式Chromials,分辨率1920x1080,视频宽告848x,480音量50%,视频协议HTTP,SCD,NAPD,602B,MID,82B,D425,CC39A,657,46C, DFDFD718,V,SMTCDNS,COM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错误码,版本号3.4.37,2018年8月23日15.40分10秒,播放流水8C775B6A05D532,481B746167A5ADF64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恒大,斯底伊鲁棱,三连胜,塔利斯卡,二球高拉特破门,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D,J,0,N,R,G,X,V,I,M,J,H,TTP,N,O,Z,G,T,I,M,G,D,C,O,M,N,O,Z,AP,L,S,0,498,9148,212,640,4800, X视频,战报恒大,斯底伊鲁棱,三连胜,塔利斯卡,二球高拉特破门,时长约2分18秒,腾讯体育,8月25日运讯中超第二十轮的较量,天津泰达坐镇水滴迎战北京国安,打响晶晶得比,上半场,埃奇姆彭为泰达首开记录,随后奥古斯托连入二球帮助国安反超,下半场, 比埃拉和张希哲连破空门的手,尽管巴斯蒂安斯为泰达搬回一球,在奥古斯托带帽后,国安最终5比2过胜,国安中超赛场重返胜利轨道,而泰达则遭遇了五轮手办,中超恒大斯底伊鲁棱,三连胜塔利斯卡二球高拉特破门,比赛交点,精彩回榜,第四分钟,白月风右路将球直赛禁区, 超纳森快速插上底线附近,直接将球抽向门前,国安门将侯森就求是出现脱手情况,好在,泰达没有进攻球人插上,第六分钟,埃奇姆棚中场场端得手,随后快速带球杀的进区前沿,直塞球交给惠家康,但惠家康插上没有抬头,观察便是一脚射门,直接帮助国安铁雷, 第十分钟,埃奇姆棚前场拿球摆脱了持中国防守,随后禁区前沿和乔纳森做踢墙配合,但乔纳森的传球打在国安后卫身上又弹到他的面前,乔纳森抢在章语之前便是一脚逼射,侯森注意力集中将球没收, 第21分钟,马提姆进区前沿将球转移给右路的白月峰,白月峰传中球送到后点,惠家康不停球直接扫到门前,埃奇姆棚插上近距离轻松得手,泰达主场取得领先,1比0 第24分钟,国安中场抢断得手,随机就地反击,巴顿进区前沿拿球直塞,奥古斯托摆脱了两名泰达后卫,虽然领袖不顺,但乔在泰达后卫回防之前推射,度假扑就未能碰到皮球,国安闪电班平比分,1比1 第30分钟,奥古斯托左路江修顺,给套边插上的刘怀,刘怀底线附近传中,皮球运行的路线中碰到泰达后卫身体稍微产生变下,再把坎布在泰达后卫的B房下,跃起的坎舍直奔,脚踢驱而去 第33分钟,是中国进区前沿拿球,带了两步之后,见没有泰达防守球员上前B房,便是一脚中炮空门 皮球直奔死脚而去,不过持中国这角色的漂亮,泰达门将度假的飞身铺就也极为精彩,将球挡出底线 第35分钟,Bi拉进区前沿直塞,把坎布右路高速插上,无人看防的情况下横船门前 巴顿稍微犹豫,就被毁防的曹阳,从身后直接将球揣掉,破坏了国安的这次进攻 在VAR提醒主裁,曹阳的这次几位存在瑕疵 主裁也是跑到场边观看视频回放,最后判定曹阳先碰到人 向曹阳出示一张黄爬的同时还吹罚给国安一粒点球机会 比赛中断了4分钟之后,奥古斯托操刀主罢,虽然度假猜对了方向 在奥古斯托主罢的点球钻入此角,国安2-1完成反超 第43分钟,奥古斯托的直塞球找到巴坎布 巴坎布第一时间为能控制住皮球,随后转身直塞进区 刘华插上形成单刀 最后的射门打在边网制上,上半场堵实阶段,杜在开球门球直接 送到了进区前沿的比埃拉面前,比埃拉拿球停,对后射门 不过稍稍偏离普标,国安措施扩大领先的优势 带着2-1的比分进入下半场 第48分钟,泰达将手掉入进区 国安门将侯森出击,与查上的乔纳森相撞 而侯森落地时,整个身体完全压在了队友雷腾龙的身上 雷腾龙受伤不得不出场接受治疗 虽然随后坚持登场,但雷腾龙还是因伤无法继续被捕成换下 第52分钟,马提将和奥古斯托在边路的拼抢中,推倒了奥古斯托 而奥古斯托倒地后,马提将又有一个很坏的动作,踢到奥古斯托的身上 不过最终主裁只向马提将出示了一张黄牌 第57分钟,心态延后场长断 随后国安长传球送到前场 奥古斯托将球送到巴坎部的脚下 巴坎部只塞进去 张希哲插上拿手形成单刀 换开泰达门将杜家形成空门 但杜家直接扑倒了张希哲 不过后点插上的比埃拉面对空门轻松得手 国安将比分扩大为3比1 第62分钟,奥古斯托和比埃拉倒角配合 随后比埃拉突然送出长船 巴坎部甩开泰达整条防线拿球形成单刀面对杜家 不过巴坎部没有贪攻 反而横传给插上的张希哲 面对空门 张希哲轻松得手 将比分改写位4比1 此球打尽后 张希哲成为国安队史的最佳射手 第64分钟 泰达利用脚球制造威胁 侯森出击位能解雷 巴斯蒂安斯近距离的投球空门 被鱼羊奔不顾身打出底线 紧接着泰达的脚球送到前点 巴斯蒂安斯抢到落点投球空门得手 泰达奔回一球 2到4 第67分钟 埃奇姆鹏右路利用速度杀入禁区 在吃中国的贴饭下 埃奇姆鹏的近距离射门被侯森右腿挡出 第75分钟 奥古斯托将球交给张希哲 随后张希哲进区前沿直三进区 但巴坎布拿球小角度室门被杜嘉用退大出 第76分钟 比埃拉直塞进区 巴坎布拿球推射被杜嘉扑出 随后国安开出阵数角球 比埃拉右路横传门前 但巴坎布进距离插上 却未能踢到皮球 国安再次措施良机 第86分钟 奥古斯托进区前沿拿球 摆脱了两名太大后卫 形成弹道杀入禁区 面对杜嘉报社得手 上演帽子气把的同时将比分改写5比2 国安锁定胜局 最终 国安5-2取 国安5-2取 国安5-2取